大家好,我是小查,改代今天的部落冲突,皇室战争 好,那我看下这次的是锦标赛,是吧 来看一下这个锦标赛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离锦标赛开始还有一秒,那这里的话是直接可以开始打吗 呃,是时候发起对战,发起对战,然后呢 呃,这应该是不掉这个奖杯吧 这相当于是另外一种那个什么了 那我还是用的是这道卡组 那我看下是,诶,这锦标赛场景做的非常不错,是吧 先放一个火箱,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丧心命王的 直接丢一个那个毒,呃,直接丢一个火球术,直接砸我 然后他也是放一个火枪,那这个时候我伤心命王了,好不好 我伤心命王,直接砸一下吧 对啊,好,一枪,好,一枪可以 那这个时候啊,是在撸两枪,我觉得可以打两枪 然后他来一个这,那这个毒要上吧,毒要上 好,呃,可以,应该是没问题,不会摸到我这个东西 至于他这个,我垫一下,垫一下,那这个女巫基本上就死在这了 有毒要在,然后配合这个塔的输出,应该能把这个女巫给弄死 那如果火,野猪可以来一波,搞一波吧,搞一波,还是慢了点 哎呀,还是慢了点,真的是个操作不太好,不太好操作 就是在那个什么,在,呃,手机上可能会好操作一点 就是,手速跟不上,那这样要不砸个火球术,还是用这个苍蝇砸个火球术吧 那火球术还能砸到这火枪,哎,这我赚了 一个,一个这个火球术砸这个,然后卖点血吧,卖点血,这是几级啊,大哥,打了我三枪好疼啊 呃,那这样的话是接着,接着就是再放个火枪 再放个火枪吧,他既然有黄毛,那我的野猪就不能随便下了 随便下的话,给他黄毛包住了,哎,他放了个巨人,城底的巨人 城底的巨人的话,那我这两个得留着 那要不就先来个毒药,来个毒药吧,毒一下,毒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女巫给毒死 女巫要是能毒死就好了 对,电一下,电一下,号一号,他这两个的血量,然后的话是这几个东西吧,哥布林就算了吧 呃,好,女巫被毒死,女巫成功被毒死,成功毒死之后再放个野蛮来敲他这个巨人 这样的话,不要让他靠近我这个塔就行了,这应该是没机会的 啊,这个时候再跳一个这个,然后再来个野猪,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呃,黄毛,黄毛继续刷,砸,砸,砸他 给他垫了,给他垫了 不过也还行啊,是吧,我这野猪敲了他好多下啊,那我这一把应该算是赚的 至于他这几个东西的话,我丢个毒药,丢个毒药,然后是再来一个这个,再来一个黄毛 黄毛的话是放在上,放在上,砸他去,啊,狂暴,你要不要这么丧心命啊 太丧心命啊,垫一下,垫一下,还好,还好,这可以接受是吧,可以接受 呃,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别怪我,臭不要脸了 直接上这个吧,直接上这个,把他这个女巫给砸一下 女巫砸了之后,那他直接丢一,他丢了一个黄毛 那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在这的话是准备一个毒药吧 准备一个毒药,然后再准备一个这个 这个的话,那女巫死了,这几个也死 那现在的话是900多的血量也不好说啊 呃,不好弄,不好弄,真心是不好弄 垫一下,垫一下 他也垫了我一下,那这个时候的话是再把这个给放出去 然后先把,先把这个给弄死,这个弄死之后的话是再来一个往里 你的这个狂暴丢不留,狂暴丢不留 好,等他,等他们过去之后是吧,这几个一起上 然后再砸一个这个火球树 这火球树能不砸到他的狂暴,啊可以,这个火球树砸得非常漂亮 好,那这样的话是直接可以直接带他走了,再敲一下啊 第一个锦标赛的话就是拿下了 我看他这个等级,哎,虽然说只拿了一座塔是吧 讲没的话是加30,呃,加30,啊,这还那什么玩意儿啊 就按照排名来奖励这个卡牌是吧 我看下最后,最后一,我看,呃,排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奖励这个卡牌呢 大概在20名,20名的话能奖励8张卡牌 那是不是说你这一根据你这一组的实力来看,要是你这一组的实力都 我觉得,我觉得遇到那啥了,是吧 看他这个9级的样子,不知道他的卡牌等级是多少的 估计卡牌等级也不低 好,先放一个火枪 下牌吗,呃,巨人,最讨厌打这种城里的巨人 而且还7级的巨人,我是不是别打,得把那个地狱塔给换上 那这个公主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垫了吧,垫了还垫不死,还趁你敢信 要是能垫死他可能还好一点,好,那还得浪费我一个毒药 那这个巨人的话就等着我这个吧,只能说这个野蛮人弄他了 既然有公主,有公主那就不好打了,真心是不好打 三个火枪,你别这样,我是有火球术的人 你三个火枪 好,可以,可以是吧,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再来一个这个 那我这个垫,这个垫还被刷出来吗 一个垫加一个火球术应该是能够搞得定的 哎呀,刚刚的话就,那我这样的话,火球术和垫得留着了 就是说他放三个火枪的时候,我直接再来一个这个 城里巨人配合三个火枪,难道还有狂暴吗 狂暴三枪,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咱们有话好好说,我觉得我真的真心是得把这个地狱塔给换上了 采集器,采集器的话,我这毒药,哎呀,毒药等级不够啊 毒药等级要是够的话,倒是可以用毒药直接毒他这个采集器 来一波走一波吧,走一波,不走的话浪费了 他这又是一个巨人,然后再配合那个火枪 那现在的话,他来一个公主,公主的话,耗一耗 他这个塔的血量也是可以的,必须得耗,必须得耗 不耗的话不行 呃,这次的话是他后面是跟了几个,跟了两个法师 那这样的话,我这里砸一个,能不能砸到那个法师 能不能砸到两个,没有砸到这个法师,亏啊,亏大了 真的是亏大了,行吧 那这样的话是只能用一个这个,用一个这个 从后面撞他,又是一个三枪,没办法 好吧,好吧,我投降了,我投降了 重点是我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儿 这里来几个这个倒还行,是吧 能够防住,但是也别放弃吧 不要让他拿三个星,对,不让你拿三个星 这是不是太坑了,七级啊 不是,你这个,七级的三个火箱手 哎,你要,你要不要这样 呃,行,再来一局,再来一局 还好,输一局,输一局只是减九个酒杯 呃,减九个奖杯,是吧 不会说把你奖杯直接减,减到零 呃,现在的话是能够拿八张卡牌 锦标赛结束,还有五十三分钟 哎,这个是,找不到人吗 哎,刚刚说好,刚刚说好,就是找那个啥 换个,换一个地狱塔上来的 行,又忘了,又忘了,那行吧,走一波吧 呃,野猪 矿工啊 不是吧 哎,矿工,矿工的话 那,那我这样很亏啊 呃,这个得留着 打矿工的话是得留着这个 或者说留一个女武神去解这个矿工 但是我没有,那就只能这个 那他直接来了这个皮卡 那这个必须得上了 然后这个得垫一下,垫一下 好,垫一下 他垫了我一下,砍一刀,砍一刀 好,一刀的话呢,可以接受 一刀的话呢,也不能接受啊 他,对他来说是可以接受 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 又是一个矿工 那我的话是只能放这个了 对啊 哎呀,他这个矿工 好恶心啊 我现在才觉得原来矿工是这么 原来是那个矿工是这么恶心的 又有公主 毒吧,毒吧,毒吧 只能用毒了 不用毒的话呢,没办法 公主是一级,还好 还好一级 然后吃几个呢,摸一下吗 摸一下吧,摸一下 多摸几下,多摸几下 摸几下算你的 我是不是得先准备一个火箱在这儿 我估计他一会儿还得丢 还得丢矿工 苍蝇,苍蝇的话没有 啊,搞斩燃波野猪吧 整个火箱在这儿 他矿工的话应该是会丢这边 我把他给勾引过来 勾引过来 然后这里的话是再来一个这个 还行 呃,垫一下吧 垫一下 七级的这个 哎呀,等级太难打了 打得好难受啊 呃,好吧 那我开始一级的这个东西 呃,等我吧 我等他女,等他这个呃 公主,公主再往前走一点的时候再弄他 直接上一个这个,直接上一个这个,直接上一个这个,把你弄死算了 然后再上这个野猪 再跟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他啊,他直接上毒药,上毒药那没办法,我这些都得死 他的毒药是几级的,我还可真的看不出来,我也有毒药,我也可以毒你 好,那至少,至少这座塔被我稍微都耗一点血量是吧 这也是可以的 呃,拿下一座塔吧 然后这个的话直接放在这儿 这个的话是直接垫一下 9级的这个苍蝇垫不死,垫不死,真心是垫不死 然后这边的话是再来一个,呃,跟着走一波吧 走一波之后,呃,哎呀,这个毒药放上去浪费了,浪费了 那他这个,这个玩意儿的话是来,不行不行,我得来个火箱 来个火箱放在这儿,放在这儿把它给剪了,这里的话是再来一个这个 然后继续跟上一个垫,把这一个,还好,还好,这个可以垫,这个垫了 这个垫了倒还行,是吧,你打我这个激励我可以接受的 这个话是再来一个野猪,再跟一个这个,你还有加冬炮吗? 还有加冬炮吗?啊,没有,公主,谁还一个公主,果然还有加冬炮 那这个的话是还是继续得毒,不毒的话不行 毒了之后的话是再砸一个这个,再砸一个这个,能砸出去 砸出去的话就能够把拆出来给他拆了,可以,哎呀还行 呃,那这样的话是打进加10,打进加10,我估计被他耗 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是吧,真心是不要这样,你的小公主不要这样,打他我不要不要的 好,呃,勉强打进加10的话,那我看是这次的话是怎么弄啊 我,按我这样的好像只能被动防守啊,被动防守,确实是能被动防守 然后这几个的话是再来一下毒药,还好他这个没扛出来,没扛出来我能够接受 他这个矿锅一波一波炮,挺难受的,相当相当难受 对,相当相当难受,有那个加动炮吗,那没办法,我吃野猪真的是被他加动炮,整的整的真的是不要不要的 然后这的话是再垫一下,呃,再跟几个苍蝇,跟几个放在这儿,这的话是再砸一个火球树吧,呃,没办法 好吧,那这的话是打了两局,呃,打了两局,真的是相当相当辛苦啊,打得很辛苦啊 好,再来一局吧,再来一局,我打到下面不会说又是9级的吧,诶,我不想玩了,我不想玩了,走一波吧 呃,这个再配合这个,那最好的话是再来一个毒药,毒药没有的话那就算了,地狱塔,地狱塔,6级的地狱塔 我就说,打锦标赛之后,我终于知道了,是吧,什么才是等级,这个东西的话,直接砸火球树吧 砸火球树,砸火球树好,好一点,我这个毒药,毒上去不痛不痒的,还浪费一个毒药,是吧,四费,还不如砸火球树 那他这个等级也是挺高的,有地狱塔的话,那就得小心点了,呃,也用野猪换地狱塔,其实我是不亏的,他应该是亏的 好,这个时候啊,黄家居啊,家居是个玩意儿的话,那就,那就只能用这个黄毛了,那没办法,是吧 除了这个东西的话,是只能这么着,呃,这边的话是,再来一个毒药,不毒一下,他这些东西好嚣张啊 对,这些小哥们太嚣张了,对啊,做人不带你们,不带你们这么搞的话吧,太嚣张了 那,哎,我也,我也有家居,但是我家居等级比较低,这个的话只能垫一下,或者说不用垫,不用垫是不是也行啊 但是我这个攻击力好像不行,他换一遍打,你这是什么意思,打完这边打那边,搞不懂啊,来,你来个地狱塔 哎,他既然来地狱塔,我是不是可以,啊,女武神,他不来地狱塔,那这个敲几下吧,敲几下的话也还行,呃,这一波的话还能够接受,呃,这边塔的话,他是,他是想拿一个三个星吗 然后再来个亡灵,再来个亡灵解了,他这个女武神就行了,至于这个的话是,哎,行,还交了个箭语,那这一波撞了,撞了,呃,直接砸个火球树吧 我就说把这个给砸了,呃,那这样的话是,他这边还能再出一个哥布林吗,呃,出不来了吧 还可以再出一个,出一个就出一个吧,你的家居呢,家居来啊,呃,吃个黄毛得留着,然后啊,家居来了,家居真的来了 对,家居真的来了,没有,没有那个什么能够,对,没有,没有那个能够,呃,也就是说没有那个吸引他仇分的,就是江东炮,确实好像不行啊 这一波好像,大家都喜欢,都喜欢用这种玩意哦,真的是也是醉了 好吧,那这一波是再来个毒药,能再敲几下吗,再敲一下,好,再敲一下,能再敲一下吗 可以,敲了三下,这一波是撞了 这一波是又来一个这个,那我的火球数准备,或者说我这个垫,垫的话先垫一下吧,先垫一下 他炒着我,炒我这个九级的,哎呀,没办法,九级的确实没办法,守不住啊 好吧,再砸一个这个,尽量的话,看一下能不能拖一个平局,拖一个平局的话,还是要,要有信心的 好,这样的话是,这里来一个这个,然后,呃,他第一塔直接放上来,那就没办法 这个话,这个毒药能毒到两个吗,可以毒到两个,那就放个毒药吧 放个毒药之后,呃,至于这个女武神,我就直接塞了一个火枪,火枪就能搞定了 应该是不至于被他那啥吧,哦,可以,然后这句话是 算了,算了,你家居都直接打我脸上了,是怎么能忍呢 还想拿我两个台,太,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好吧,那这样的话,我这期的话,不打了,不打了,真心是不打了 大家都是九级,对吧,大家都是九级,然后大家都是那啥吧 都是等级这么,等级这么高的卡牌,你说,那我让人活了 九级,九级的这个环球台区,然后六级的这个玩意儿,这个 九级,九级,八级,这个还行 好吧,那我这期到这吧,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